歡迎大家收看 JMK 虎連特備節目 袁木一新 今天我們來到中環 我們也集合了三個不同的師傅 首先我自我介紹 我是卡卡大師 貞通泰國立法和道家昆仑派的新派師傅 我是展彭師傅 我們用紫微斗數配八指 再用新生靈治療方法去幫助大家 我是Dixon大師 全潮國師 第二次都是全人 我主打是風水和冰地 今天是第一集 為何我們會站在中環呢 因為我們想將香港靈面虎連的運程介紹給大家知道 介紹我們之前有沒有新年提示 教大家催財 當然有 我今天帶了一個小方法 教大家怎樣去形泰稅 今年的泰稅位是人位 人位就是我們東北方 準備了兩個徽春 記得這道徽春是一定要打直的 而且還要用紅紫金字的 記得要找一些老派寫無筆的師傅 吉星高照和福星高照 貼在這個方位就可以形你的泰稅 所以燈宅還可以招財 今天就教大家做一個招財的旺財包 大家就可以準備一些紅色的利是封 然後裡面就進入一個百家茶米 有不同的家庭 裡面每人就拿一些米和茶葉出來 混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放在利是封裡面 然後就用紅色的紙 黑色的筆 就寫上你們自己心目中的願望 再放一張紅色的紙幣 好像香港就用100元紙 封好利是封放在隔曼金庫裏面 鋪頭就放在收銀機裏面 吸收財器 放到新15之後 大家就可以拿出來 隨身攜帶 就可以旺大家的財運 是的 那就是錢生錢了 哇 發呆了 原來就是藏物和風財來廣東 為何我們會看農物呢 因為原來很多人都想不知道 究竟風水是何謂風水的 原來風水我們代表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有農物即是山 可以藏風聚氣 而另外要看水 即是有活水水口 亦都代表財這件事 是兩件事加起來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風水 我們今天就可以在這個節目裏面 介紹給大家聽 何謂風水和香港漂亮的風水的原因 是的 展壇師傅 為何這麼有趣 今次會用大帽山來講的呢 因為大帽山是全香港最高的山 而最高山亦都可以叫做祖山 你看到它是一個圓敦形的山 原來所有山都有不同的五行 金木水貨土 而圓敦形的山是一個金屬性的山 而金屬性的山作為祖山 它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來講 有很大影響的 跡神師傅 究竟大帽山會怎樣幫到香港呢 我們大帽山主要有四條主幹 第一條主幹就由這裡經過大小刀印 就經大埔和沙田 另一個在中間落的 經過和央山就經過荃灣 接著去青衣 再過馬灣直至去大山 最後去到鳳王山 第三條就經過四方山 落到葵涌 麗景山 獅子山 飛鵝山 接著李玄門 接著過海去到太平山 第四條主幹就由這裡後面 就經張君澳和白石 去馬鞍山那邊了 剛才的跡神師傅所說 其實我們當中還有一條很重要的農物 就是由深圳的不同山 再來到大武山 後之有一條農物 就會來到元朗 有一個手抓位抓住元朗 元朗的地運是非常之好 不過樓價升起來了 所以等一會 我們就會介紹一下 香港 有哪個地產 哪個位置 可以投資物業 我所知道 琦琦師傅很熟悉馬鞍山的形勢 不知道琦琦師傅會跟我們介紹什麼呢 為什麼我會選擇馬鞍山呢 外面很多人都會說白石這個地方 其實馬鞍山就是白石 馬鞍山的地形是很獨特的 它又夠高 頂峰是比較平 而且還有少許粒陷 所以要形成馬鞍的形狀 而且它的龍脈就由上至下降到來 風水上面懸殼 我們的風就是我們的山 我們的靠山 靠山 這個山是怎樣的呢 就是好像我們去的大帽山 成為一個金融山 相反如果不好的山 又會有三尖八角 和光響響響 而且就會形成有煞氣的狀態 最近白石都會有很多新樓盤 好像螢海這一邊 但其實它面向長筋村這邊的海域 是非常理想 因為它的水流成曲線 所以它聚氣收氣也會比較理想 反之很多人也都說到 看著星雷灣會好一點 其實是會比較慢的 因為它的水和氣都會沒有那麼快流入 幸好它的左上角有個高爾夫球場 它成為了我們的圓關位 所以就有靠山了 以我所知道的大帽山 除了來到馬鞍山的龍脈外 我們還有下一個地方 謝謝Dixon師傅 你帶我們去大帽山看龍脈 不用客氣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剛才你提到馬鞍山的氣室很好 風水不錯 芝麻師傅就有了將軍路 即是要芝麻師傅再詳實說將軍路 是的 因為將軍路近年有大量的住宅興起 這是一個新的新市鎮 新的住宅區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看看 將軍路的風水究竟如何 大帽山的龍脈會經過獅子山大上托 就會來到將軍的海邊 經過這個里原門海峽 前過海去到港島區 而右邊也有附龍脈 它由西貢釣魚翁 就會去到將軍澳工業區 這兩條龍脈夾住整個將軍澳住宅區 正常來說 兩條龍脈夾住 中間是一個峽谷位置 風水未必算是太好 但是 因為這兩條龍脈都已經去到水邊 前面有一個叫做里原門海峽 這很明顯是一個活水 香港政府正在建將軍澳大橋 在建的時候我看都有點害怕 因為這條大橋一下就斬了下去 就將里原門這條活水斬了下去 但是建完出來 發覺方法又不同了 因為原來這條大橋中間有一個圓拱位 看上去就像一顆水珠一樣 而現在整體來說 將軍澳的格局 變成了一個叫做二龍珍珠的格局 而這個前面來說 是一個將軍澳的公園 暫時現在還未建到任何建築物 但是看規劃來說 這個將軍澳公園 它不會有其他大高的建築物 就做了將軍澳這個住宅群的名堂 二龍珍珠的格局 有水、有靠山 前面再有一個名堂 我們這個藏風聚氣方法 亦都會更加好的 好了 剛才介紹了很多招財法 我們當然一定要說說 香港未來的古年和大催祭 風聖地本的英國都預示了 高下加盡風 春秋水金融 秋冬處處通 高下加盡風 即是說 我們新年之後 各個月就開始復甦 區區向口 就是加盡風 第二句 春秋水金融 即是代表我們的天氣 風條雨純 沒有天災 第三個月是重點 秋冬處處通 即是今年的秋天 或是冬天 我們就可以周圍去空關 這樣很好 好 地武經就這樣看 我們玄學上又怎樣看呢 梓盤師傅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梓斗數 看得到 因為夏年 天賦星會有動動 所以如果大家去買股票投資 大家就可以去想想一些銀行股 剛才提到股票方面 因為2022年的母曲化劑 母曲其實是一個金融之星 金融事業方面 即是股票方面 較為弱些 當中 剛才提到 除了銀行股 可能會較為好些 其他都會較為弱的 所以大家 明年股票上的投資方面 一定要小心些 我們雖然財位都在北 但我們的薩位都在北 假設如果你投資 經常都會坐在北位 都會容易受一些衝擊 如果可以的話 就搬開 如果真的搬不到 怎麼辦 都是剛才所說的 擺水 又或者是擺平憂 但明顯是天良化碌 天良是特別守舊 比較年長的東西 大家留意在藍炒股裡面 小號碼 和上次很久的股 例如匯豐、中原棟 那些比較舊的股 都會用比較好處 大家師傅 快到新年了 你會不會去借褲 我不會借褲 但我聽到很多人說 去觀音會借褲 是呀 一波蜂很多人都會借褲 其實借褲是一日二頭的東西 但如果借了 不還會怎樣 當然不可以不還 你跟神明借完的東西 居然你不還 你猜一下他 會不會再繼續保佑你 每年這個新春節目 就看到有人欠搶頭炷香 喂 第五波都出來了 還跟人搶位 其實頭炷香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我們覺得根本不是 你是有心 說真的 你現在第一煮香 就是覺得你現在跑下去 是第一 你覺得那年會特別順 但最重要是自己有心 找一些適合你的時辰 主要自己真心去做一件事 真誠心做上香的話 基本上已經夠了 不用爭褲了 一定是 你現在的指示就是去南 其實很多日子都是忘了自己 沒錯 用這些日子去做 莊香 求神就應該可以了 最基本就是 看回你自己生肖的日子 雖然我們看到 疫情方面 可能年初年中的時候 都會較為辛苦 少少 但因為我們夏年 有天涼化綠 代表了逢空化吉 所以我們看得到 明年到年尾的時候 就會一切向好 即是我們明年 苦年就是用來副底抽身 大家是不是這樣說 沒錯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 首先祝大家苦年 苦苦心慰 今天我們介紹了大家 很多關於招財法 我們下一集到底會說些甚麼 財呢 重要 但健康更重要 下一集主力說健康 所以大家要記住看 我們新一集的 原木一新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又是我們師傅 給大家一些小提示的時間 大年初一 起床的時候 原來我們的面相 代表了你全年的運氣 所以大家 年三十晚 無論玩到幾夜 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濕 做好臉膜 那一年大家就會 走運走到最後 年三十晚 我們傳統習俗很喜歡 用鹿油葉洗澡 其實大家記住 鹿油葉 是會把好和不好的東西 都會沖走 所以大家 年三十晚 千萬不要用鹿油葉洗澡 新年過後 我才升就去東北維 大家如果年初三有 玩開馬 跑馬仔的朋友 就可以出門口的時候 向東北維走 走到你覺得夠為止 然後就去出發地點 那天的財運就相當好 就好了 就好了 好